我觉得这次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总裁选举 作为结果来说 就是说最后变成了 如果按左一个亲中的是河野太郎 亲台的是高市早苗 中间派的是岸田文雄 那么到最后以后 在关键的时刻第二次投票的时候 亲台派的所有的票 就全灌入了中间派 这是中间派当选 所以说在安倍首相 执行安倍路线的高市早苗 他留下了对新的政权 一个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所以说虽然不是 对台湾开始虽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但是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岸田文雄将会 基本上在外交路线上会继承安倍路线 因为他是安倍内阁的时候 他做了五年的外务大臣 基本上外交政策是和安倍是一致的 但是说因为岸田文雄 他是广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广岛大家都知道是二战的时候 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地方 所以说反驿战的情绪 反战情绪非常强的地区 所以安田文雄 他也是被日本称为鸽派 就是鸽子派 所以说他在军事上 和台湾的比如说是合作等方面 可能会稍微消极一点 不会像高市早苗那么积极的 但是说在外交方面上 基本上会维持连美抗中 亲台的这么一个大的政策 那何也太郎为什么本来是看好的 为什么会输 何也太郎其实我觉得 因为他等于说这次 他是受到就是说 他是完全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出改 虽然他仗着国内的很有人气 但是通过选举的时候 他最不应该的是把安倍和麻生 日本两大保守派巨头全变成敌人了 这两个扰链的政治人物 通过打电话 通过各种威逼利诱 支持何也的 首先一开始何也有200个左右 国会议员支持他 被一个个被挖墙脚挖走 最后今天只选出了86票 这一点我觉得是 何也他是 还在没有准备好的时机上 跳出来以后 这么做的也是 我认为是怎么说呢 理所当然的 这个对他今后的影响力 是有很大的损伤 但是高市早苗 从一个本来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政治人物 他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的支持度 民调只有4% 然后不停地往上升 最后能升到将近 30% 20几的支持率 所以说高市早苗 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的明日之星 他高市早苗也会继续在岸田内阁 担任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里面安倍晋三扮演重要角色 对 基本上高市早苗就是安倍的代理人 特别是在政权选举之前 安倍安排高市早苗和蔡总统谈话 就视讯会议 其实搞定了CPTTP的日本支持台湾的问题 所以说安倍首相他做了很多事情 而且高市早苗将会继续在下一任政权上 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是 所以接下来 你看外交部长 国安部长 也就防卫大臣 外务大臣 这个人选很重要 对 安倍最重视是国防和外交 所以说基本上内政是由岸田自己的支持班底 那么外交国防 其实很可能由安倍的班底 所以包括安倍的弟弟的 安信夫等人高市早苗 他们都会在下一任的政权之内 再保持挺台湾的政策 岸田其实是日本一个资深的政治家 1994年9月9号 他那时候还是众议员 他就来访问过台湾 那个时候跟他一起来的 还有安倍晋三 那个时候安倍也是众议员 所以其实他对台湾 相对来讲长期的了解跟友好 是有他的基础 那现在这次的选举 第一次为什么岸田得票 没有立刻过半 但是他在这个之后能够获胜 因为他第一轮 得益于就是安倍在后面操盘 所以他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 来自于自民党的国会议员 这种黄金票数是赢的 那这个他的对手 就是河野 是党员票的票数比较多 结果进入第二轮之后 这个安倍使出权力 最高市的这个另外的票 就灌到岸田 就灌到岸田这边来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岸田在路线上 被认为是符合现在日本政坛的主流路线 第一个抗中 这个岸田多年来 他第一次提出 日本必须要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 所以他要设一个人权辅佐官 专门关心新疆跟香港的人权问题 第二个他支持台湾加入CPTPP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虽然落居第三 但是在自民党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就是高市早苗 跟蔡英文总统有视讯 那这个跟大家报告 日本因为内阁制 所以他的这个政治家 你只要当上国会议员 又资深都有机会当首相 未来有机会 而且当过的人可以再当 这个当过之后 还可以持续发挥影响力 他这次也展现实力 也展现实力 因为这个也有一百多票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八票 也是有相当的实力 所以未来日本的政局 可以说在这个相对来讲 对于台湾 可以说是过去前所未有的一个机会 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常年来 对日本的耕耘 谢长廷大使的努力 所以日本你看疫苗 一捐再捐 三捐四捐五捐 一直捐 现在全日本的政坛跟民间 对台湾的了解跟关注 其实是达到了一个最高点 跟大家报告 岸田文雄 他是一九五七年出生 在东京出生 一九五七年就四十六年出的 今年六十四月 他的爸爸岸田文雄 是广岛县出生的通产省官僚 对经济部的官员 那他高中的时候 两次重考才考上大学 本来要设东京大学 但是考不掉 后来考进名校 找稻田大学的法学院 然后呢 他一九七九年他岸田的父亲岸田文雄 他离开通产省 离开经济部去选国会议员 叫做酸调 酸调岸田文雄比较后去日本的长期信用银行当航员 但是五年后他离开银行 他去当他爸爸的秘书 你爸爸已经是国会议员了 后来他也是去选国会议员就选上了 然后开始这个从政这样子